3月2日 中国中乌大使馆发布撤离基辅相关事宜通知 文中提到 3月2日中午将组织所有在基辅及周边自愿撤离的华侨和临时莱污人员 统一乘坐大巴前往摩尔多瓦 自驾人员可随车队前行 中国公民的外籍配偶 父母或子女可以一同乘车 请携带好本国护照 我使馆还公布了集合的地点 基辅市地铁蓝线终点站 声明中提醒请务必准时 值得一提的是 当地时间3月1日 有华人在从乌克兰东部赶往利沃夫的路上中弹受伤 只因一个动作被对方误当成搬运军事物资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于下半夜三点提醒 连日来 我公民陆续从乌克兰撤离 途中除了可能遭遇平时安全风险外 很有可能因言语或举止不当引起当地人 特别是军人的误解 请避免刺激军人 在3月1日外交部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介绍了撤侨工作进展 他表示 目前在乌中国公民正通过多种方式向乌周边国家转移 在此过程中 外交部 中国驻乌克兰使馆 驻奥德萨总领馆 和中国驻摩尔多瓦 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波兰等周边国家使馆 想方设法调动一切资源力量 为在乌同胞安全转移提供支持和协助 迄今已有约签名在乌中国公民安全转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